两名工人会利用撬棍 将原本扁平的黄铜压成平底锅的形状 相比于其他金属 铜拥有更好的导热性 同时还能将热量均匀分散开来 所以铜在吹具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为了能将铜完整地切割下来 工人会使用等离子火焰进行切割 同时为了不浪费原材料 切割时工人会尽可能地对准边缘 不过用这种方式切割下来的圆盘 边缘会有许多毛边 所以刚切好的黄铜圆盘 还需放进车床 工人会将其边缘进行调整 将多余的毛边削掉 并利用砂纸将边缘打磨光滑 之后工人就能利用撬棍 将原本的圆盘压成平底锅的形状 不过用这种方式制作的平底锅还有些缺陷 还需工人进一步将拖出来的边缘打磨平整 直至平底锅的高度符合标准 就能对其进一步的打磨抛光 而平底锅的把手会用到这种铸铁把手 因为它的导热性会比铜低很多 这样就不会让热量传递从而烫伤手掌 将把手夹紧固定好之后 工人就能利用钻孔机 在把手与平底锅上钻出铸铁 并用锚钉将其固定起来 为了镁光固定的方式会直接用到漆锤 将锚钉直接压扁固定 下一步工人还会利用锡条 在加热好的平底锅上进行镀锡 镀锡可以让平底锅拥有一定的保护头层 同时可以防止酸性食物的腐蚀 最后将做好的平底锅再次进行打磨 平底锅也就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